最近,李文参加《我是歌手》 引起关注 很多人对他在第二场演唱的 爱得出体验,印象深刻 李文之所以选择这首歌 他接受采访时透露有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唱给刚成年的两个女儿听 教给他们对待爱情是什么态度 今日,知名博主男堂以少曝光了李文两个女儿的镜照 李文两女儿美艳镜照曝光 李文的女儿是指李文丈夫Bruce和前妻生的孩子 大女儿Rachel 小女儿Sarah 照片中的他们一头金发 笑容灿烂,非常漂亮 在另外一张合照中 李文也出现在其中 一家人其乐融融 李文透露 这次参加《我是歌手》 比赛还有 一个心愿就是向妓女证明自己的实力 因为现在和女儿出门 有时候会碰到热情粉丝要签名 女儿们总是觉得很奇怪 所以 她也想借这个机会向两个宝贝证明 我也曾经有这些疯狂歌迷 希望能借有好成绩让他们觉得我的继母很强 李文两女儿美艳镜照曝光 李文的老公乐玉铭 Bruce Rockowitz 是力标品牌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加拿大籍 长期待在香港总部 身家据说有个20亿家 在台北开设有瑜伽中心 在美国也有许多事业 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被美国权威杂志评为世界50大CEO 也曾是李泽凯 Cobinet LTD公司的拍档 看个人资料果然牛逼哄哄 据悉 李文2003年在一个派对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两人在一起八年才举行婚礼 乐玉铭当时身边带着两个女儿 等于说李文嫁过去的话 要当人家的后妈 乐玉铭其实一直有求婚 但李文迟迟不肯定答应 乐玉铭还曾砸几千万的台币租了 一架私人飞机给李文去赶通告 这男票也是贴心的举世无双了 2010年李文生日的时候 乐玉铭再度求婚 这次终于成功了 但是爱与李文在开世界巡回演唱会 然后就答应说我这次演唱会结束了 就结婚 2011年10月 李文就跟老公就香港举行婚礼 整个婚礼也是奢华的不要不要的 请来的宾客数量以及级别 整个婚礼的花费超过1.5亿婚礼举办的地方 不是你想去就能去 不是你有钱就能去的 原来 李文的婚礼举办地是香港环球贸易广场100楼 还有邵氏隐城举行婚宴 其中邵氏隐城更是由政府发出预准令才可举行婚礼的 你有钱也不行得香港政府特批才可以的呢 因为父亲早逝婚礼当天李文是由妈妈带进现场的 两个妓女是伴娘也充分说明了妓女对李文的认可 李文婚礼请来的明星大腕儿除了国内的大腕 还有不少是好莱坞明星 而且李文还出动私人飞机把宾客们一一接到香港 不光有钱 还贴心 末代港督彭定康也带着老婆来了 整个婚礼现场就像一个演唱会现场 李文跳上去就开始竞歌热舞 李文的朋友圈也是闪瞎眼 除了本身是天后并在美国发展外 跟这位总裁老公也有极大的关系 小贝其实就是因为做生意而跟李文老公变成朋友的 小贝40岁生日 在摩洛哥举办生日party 李文跟他老公就是受邀宾客 小贝当天晚上还给李文牵骆驼 绝望嘱咐李那个伊娃也去了 而且小贝在香港工作 离开前还要跟李文聚个会吃个饭 而且13年李文当孟之声评委时 小贝跟贝嫂还发了VCR过来 洛佩兹也录了VCR给李文 洛佩兹与李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一次李文为了参加我是歌手 不得不推掉了洛佩兹演唱会嘉宾的邀约 李文老公生日日日就去唱歌住信 跟嘎嘎姐也是这种可以互相依偎的关系 另外99年MJ在韩国好友慈善演唱会上 李文是唯一一个亚洲歌手被邀请上台唱歌的 李文跟老公虽然认识这么久 结婚也四年多但依然是恩爱 然后很多人一直催李文生娃 但她说现在有个两个妓女 很幸福 from 拜拜 拜拜